中老先生作为企业家 比如他的员工福利 轻工的安置法 值得我们当代民营企业学习和传承 我们曾经都做过企业 所以知道企业艰难 中兴和老先生的人品 企业家精神 希望我们当代的年轻人 跟企业家能够学习 今天一大早六点多 从上海开车出发到这来的 以前有幸在 七年企业家协会活动中 见到过宗老 并听他传授一些经营商的理念 以及企业经营的思想 做企业 你不仅仅是对自身 更多的是精神方面 以及对社会的一个贡献 从缴税 它是纳税大货 然后还有就是对员工的保障 他对于年轻一代 他始终就是保持着激励 鼓舞的导向 从他亲身经验当中 传授给我们的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学习 我是02年进来的 给我感觉很温暖 不是好老板 谁还能把青春都奉献在这里 一开始就是做那瓶子 然后后来机器化了 就是用不了那么多人了 他那时候也没说财人 把我们分到别的车间 做到退休 所以对这里特别有感情 老板就是一个很朴素的那种 很亲切 20年了 每年年一换都在这里 老板还给我们说话 然后我们就是活动员工 就感觉那种纷飞很温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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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